《创世纪》二章一到九节 是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 对基督徒来说 这一段经文我们相当的熟悉 是亚伯拉罕怎么样上帝呼召他 离开他所熟悉 他所安定 他非常清楚的地方 到一个他不晓得的地方去 就像我们的人生 圣经说我们的人生就像客旅 来这世上走一朝 短的二三十年甚至更短 长的可能到八九十年甚至一百 无论我们的人生脚步长短 这是一条客旅的生涯 态度决定一切 如果我们态度正确 如果我们的态度知道 这是上帝向我们说 呼召要我们在这人生 走一朝的这样的心境 我们这一条路一定走得非常不一样 充满惊奇 充满精彩 这也是一个很熟悉的故事 当英国西敏斯教堂在盖拜盖造的时候 牧师走到工地看到其中的一个工人 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在敲石头 我在盖房子 是的 我们都需要为五斗米折腰 我们都需要在人生的十一柱形上 需要有一份收入 第一个工人他的回答其实就是说 我在工作我在赚钱我在养家 非常好 他走到第二个工人的面前 问他说先生请问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在盖造礼拜堂 这是上帝的家 我在建筑一个家 这是一幅的景象 他心中有不同的意念 不只是为五斗米折腰 他心中有一个更远大的呼召 他心里面有一个更大的远景 他晓得他一出生 在他人生的旅途当中 他跟上帝是有关联的 上帝在他的身上有目的有旨意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是为着在这样的一个路上 继续的前行 经文这样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为你咒诅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听到上帝的声音 上帝对他说你去 你离开本地 离开本族 离开富家 往那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听到了这个声音 他晓得了上帝的呼召 他就去了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在这我们被 这客旅的生涯里头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跟原始 就是我们要以被招的精神 被招的态度 来经营人生 一个有被招感的人 他的工作不只是职业 一个有被招感的人 他的职业已经是成为一个职业 不是profession 是vocation 当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制业的时候 态度就不同了 好像一个医生 他的态度不是只是告诉人说 你的牙齿有蛀牙 来我帮你看牙齿 如果我是有上帝呼召感的人 我会看牙齿的时候 告诉这个病人说 你的牙齿真美 他里面的结构是只有上帝的创造 可以像这么样的结构 像这么样的排列 像这么样的惊奇 如果我是一个开计程科的司机 当我在驾计程车的时候 开计程车的时候 我不只是想到说 我家有妻女 妻儿需要照顾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他其中知道 人生有一个目的 是上帝在他这个工作 要赋予他的一个人生的使命 当有顾客上车的时候 他会告诉他说 我今天已经做了无比生意 你知道吗 先生 小姐 你是上帝所创造的 每一个人进来两个面孔都不一样 上帝在你的身上 一定有美好的计划在你的身上 你可以被上帝使用 你是非常的不同 讲话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一个被招感的人是不一样的 1972年我考进东海 那时候我不认识上帝 但是在1973年3月3号 我决志受洗 在这个礼拜堂我受洗了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当年在东海有许多的宣教士 像李亮清老师 像炼马可老师 像这个欧保罗老师 我可以如熟加征的许多人 他们被上帝呼召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不是职业 他们不是只是一份的工作 他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当作上帝 呼召他在这里要展现的一份的职业 当职业不同的时候 他工作的内涵不同 他不只是教书 教书是其中一部分的责任 除了教书之外 他晓得上帝呼召我 神啊 让我的眼睛打开 你在这个美丽的礼拜堂 在坐落在这个大渡山上的 这个美丽的地方 你有什么样责任 工作是交托在我身上的吗 有一天晚上 那是我大学 有一个晚上 我在我的寝室里面 207教室 207的寝室 我在那里读书 灯还亮着 突然11点以后 窗户旁边有一个人来敲门 我跑出去一看 竟然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位老师 告诉我说 敏青 看到你的灯还亮着 明天一定有考试 来 这里有两片面包 中间夹着肉松 你拿去吃 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这是一个有上帝呼召感的老师 来到这个地方 他晓得工作 不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他晓得上帝呼召他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智业 除了做研究 还有其他的事 需要来参与在上帝伟大教会建造的结构 上帝建造伟大的这样的事工里头 有一本书在西方的世界 商业界非常有名 差不多所有的经理阶层的人都需要看 都会看 是一个作者叫 Jim Collins 写了一本书 名字叫做 From Good to Great 这本书的中心点的背后 是告诉人说 Good is not good enough You got to be great Good is the enemy of great 这本书提到在史丹佛大学一个老师 带了二三十位的博士班 硕士班的学生做一个研究 美国五百大的公司 他去研究到底是公司后来会展露头角 会成为被大家追逐的对象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原来后来找出来13个公司 这13个公司在他发迹以前 前面有15年的时间平均 都是默默无闻的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晓 在报章杂志 在research paper 在所有的期刊里面 看不见他们的名字 突然有一天 当他们的名字爆起来以后 鲁鱼后春笋 报纸 报章杂志 research paper 这些periodicals 都出现他们的名称 为什么 因为他们成前的15年 在15年当中 他们 做一些看不到的 隐藏的 这种很根基性的 基本动作 对我们来说 这一群 这一些在里面工作的人 后来突然出现名称以后 有15年 这些公司 至少以6.9的百分比 6.9个percent的利润 每一年维持15年 能够为公司赚钱 他们发现里面秘诀有一个 就是他们所招引来的 骗请来的人 都是叫做第五级的领导 第五级的领导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们是很谦卑的 第五级的领导 第二个特质是他们是有这种耐性的 对于环境 对于里面的苦难的这种为难的处境 他们能够突破 他们有长远的这种思考 我相信这种用在我们教会的名词 就是有一群被招感的人 他们心灵谦卑 他们晓得我需要常常不断的努力囚禁 同时遇到困难 我懂得怎么样 这种perseverance坚忍 到底而且看见曙光并且突破 这样的被招感的人 当他们聚在一起 公司不再需要告诉他们 你们是朝九晚五 他们有自己的自主的motivation 他们有动机 他们有动音 不需要人告诉你说 你要做这个 做那个 如果我们请人来 请人上车容易 请人下车难 这些公司招聘一些 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 就是有志业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career 我们是vocation 如果东海充满这样的老师 如果每一个来到东海的人 老师影响他们 帮他们看见我的人生 神在我的身上有一个计划 神在我的身上有一个目的 我不管读什么科系 我盼望能够像这些公司 他们是挖着身 基本的动作 做着他个人不但有兴趣 个人不但在某一个技能上 他非常的坚深 非常的尖锐 非常的不只是good 是great 这样的人聚在一起 不需要人给他motivation 他自主自花自动 他在那里形成一个动作 在一个这样的校园里面 如果老师能够这样带动学生 学生就开始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业 初中时候我有七个结拜兄弟 老大姓帅 这个帅大哥 他的爸爸妈妈湖南人 我们每次聚集都喜欢在他的家 在他家的原因只有一个理由 因为他的家空间比较宽敞 爸爸妈妈特别是伯母 做一手好的湖南的腊面 牛肉腊面 每次去都有腊面可吃 但是这个伯母很厉害 到他家吃饭没问题 他可以做给我们吃 但有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follow 要跟随 吃饭前一定要祷告 这爸爸妈妈是教会地方会所 很爱主的一对兄姐 每一次到了吃饭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祷告 这个伯母就说 来来来我们要吃饭了 伯母先做一个祷告 好他就开始祷告 可是那个祷告很长很长 大概他是找到机会了 在那个机会盼望把福音 把那个信息 把他领受 就在那个祷告里面讲出来 差不多每一次 他的儿子都要告诉他说 妈够了我们要吃饭了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 这是一个被上帝所招的人 有上帝呼召感的人 他晓得他在做一件事情 也许那时候我们心灵不明白 但是那种影响 潜移默化 若不是那样的工作 铺路在先 福音御工在前面走 当我来到东海 也可能因为已经有那些的印象 我比较会注意上帝讲话 神的道 在教会里面领受 这样上帝的福音 无论做什么都为主而做 东海需要这样的老师 东海需要这样的学生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就像列马克 就像这个李亮钦 就像这个欧保罗老师 他们这些早一代的这个西方的宣教士 来到我们当中带着职业 上帝的呼召来从事这一个职业 每一个老师都需要做research 我晓得非常困难 也非常不容易 而且如果再加上有行政的工作 那更是非常的忙碌 我大哥常常告诉我说 敏青 我告诉你 时间是分配的 我常常在我忙碌的时候 这句话就想在我的耳中 对 时间是神圣的 时间是上帝给的 我们所有的时间是需要对上帝负责的 我需要做分配 时间是分配的问题 如果上帝带领我来到东海 为什么不是去台大 为什么不是去其他的地方 来到东海 我相信东海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上帝呼召我们来 是要我们在这里展现 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呼召 展现出制业出来 72年我进东海 1973年我在这里受洗 3月3号在这里受洗 后来我牧羊教会到今天已经45年 45年来我对牧师做什么 已经非常耳熟能详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 教会不是只有一对牧师跟师母 在那边工作就得以成就的 牧师师母只不过是我们 这一个团队群体当中的 一个好像是教练coach 需要有球员 需要有里面的一个团队 彼此配搭恩赐的付出 只有这样的团队来做 就可以做起来 如果只有一个人单兵作战 如果只是一个独行侠 我非常清楚 绝对不可能成功 而且如果要成功 我们不能做太多的事 只能专注在一样 好好挖的身 把基本的动作做好 第一个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 神对他的呼召 他是以被召的态度来经营人生 神对他说这是一条信心的旅程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你的名要为大 如果我是亚伯拉罕 我心里一定会想 我没有看见啊 我怎么知道你说我会成为大国 我怎么知道你会赐福给我 我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会变大 当然这些都不是一些动因 但是上帝亲自说的 我没有看见啊 我们需要踩下第一步 所以这种信心的旅程 是带着应许的呼召 最后他说你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要赐福给他 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 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如果我们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都是有被召感的人 来到这个地方专心一意要做一件事情 好像那一位当年来到我的寝室 访问我的那一位老师 他只有一个志愿 盼望在这里不只是教书 他是一心一意 要把福音传给在他周围的学生 跟他的同事 在Jim Collins写的那本书里头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叫做刺猬原理 刺猬只有一个动作 另外一个动物叫狐狸 狐狸是看到什么可吞吃的 就跑出去就把他吞死了 看到有什么目标就跑出去 就把他抓住了 刺猬只有一个动作 当人要攻击他的 其他动物要攻击他的时候 他就马上伸缩 所有的刺全部跑出来 他永远得胜 没有人敢靠近那个刺猬 同样的 在东海大学这美丽的大渡山上 无论我们是哪一系 我们精读我们所要在这里受操练造就的 我们的老师不只做研究 我们只有一件事 这个威斯敏斯德教理问答 第一条说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 并且以上帝为乐 是的 我们不论到哪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志业 荣耀他 以神做我们人生的喜乐 我们无论做什么 心中充满兴奋 充满喜乐 有非常有目标 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 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做 做了以后 心里面有无限的满足 难道这样不好吗 我相信非常好 当如果我们这样做 专心做一件事情 成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这是第一个态度 以被招的态度经营人生 第二 我们以顺服的态度 全难尾身 亚伯拉恩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顺服 当上帝的呼召临到 当上帝照我 照命来到的时候 我就照着神的呼召 我就去了 在一个部落村庄 有一个宣教士在那里 要为他们的族 这个原住民 写他们的圣经 可是他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 顺服这两个字 在他们这个族意里头 没有这个词 没有这个观念 没有这个话 可以写下来的文字 有一天 有一个主人 就在跟他家的那一只狗 在那里玩游戏 这个主人就拿一个球丢得很远 就命令告诉这个狗说去 这个狗就跑过去 告诉这个狗说咬 他就咬 告诉这个狗说回来 这个狗就很乖乖地回来 他屡试不爽 就把球丢出去 去 他就去 咬 他就咬 回来 他就回来 丢出去 去 他就去 咬 他就咬 回来 他就回来 后来这个主人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只狗 全身都是耳朵 这个翻译宣教家 听见这句话 哦 原来顺服叫做 人的全身都是耳朵 满身都是耳 所以在他的原住民的 那一本翻译当中 遇到顺服这两个字 就是全身都是耳 什么是顺服 听见上帝的声音 听见上帝从天上来的照命 听见上帝引导我们走上这条路 我就愿意这样顺服 当 亚伯拉罕顺服以后 他是结伴而行 他是表达决心 罗德跟他同去 是有同伴的 他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 就好像 我们今天的 譬如说五十岁六十岁 移民到 美国 移民到加拿大 移民到海外去 当我们已经过了人生半百的时候 移民出去 那是相当困难的 表示决心 不但如此 他把他的妻子 把他的侄儿 把他的财务 人口 全部都带往迦南去 这是全家的侍奉 我们需要团队 刚才我说 只靠科牧师师母 不可能把 东海教会在这里 一万多人 私生的工作 能够完全难刮 需要有团队 需要有弟兄姐妹 需要有一批被上帝呼召的人 特别这里是一个游客 常常喜欢来的地方 除了做校内的工作 还要做校外的工作 这工作何等的艰巨 何等的大 需要一群有上帝呼召感的人 在这个地方 同心合意的结伴而行 同时要表达决心 我们需要有决心 如果没有上帝 引导我 不敢随便变动 我的岗位 这是一个决心 我记得1987年 我在三一神学院 在芝加哥 念我的教母学博士的时候 上那门课我带了一本书 我有一个习惯 每上一门课 我会带一本没有读过的书 期待在那一次上课的期间 也把那个书读完 那次我带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 Working with the Giants 与属灵伟人同行 那本书的内容大概是 有二三十位上帝 在他的那个时代 神所重用的仆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甚至六十年以上 神就呼召他 在同一个教会 紧紧的 很专注的 在那个教会服侍一辈子 那些事情非常感动我的心 所以有一天晚上 当我读到这些 我就在书的下面 我自己写一个祷告 我说主啊 如果你愿意使用我 这一生只在一个教会 服侍一辈子之久 我愿意 这是一个心灵的态度 心灵的尾身 当然 不表示这样的祷告 上帝就一定这样带领 如果上帝有不同的带领 我们自己清楚 但至少这种态度 需要存在的 不是常常挂在我们的嘴巴 山不转路转 这个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我要辞职 我要走 我要到哪个地方去 不是的 上帝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方 绝对有他的美意 我需要在我的思维里头 我聆听上帝的声音 他的带领 借着祷告 确实清楚上帝带领下一个步伐 我们才敢移动 如果不是 那我就专心的 兢兢业业的 把上帝在我人生的目的 跟执意当中 要我成就在一个地方的事工 好好的去完成 所以这是决心 全家侍奉 特别是已经结婚的 有家庭的 有孩子的 当我们移动的时候 上帝许多的时候 不只是感动一个人 也感动家里所有的人 所以当我们所有要移动的时候 要注意 要尊重我们仍然在这个群体 在家庭当中还有不同的分子 当有一天 我在加州牧羊教会 上帝是从印第亚纳州把我带到加州 后来加州牧羊教会五年半 快六年 突然我是属于台服基督教会的 这个团队 那总会有声音 所以要征召我到总会去担任总干事 我不敢随便答应 所以一样的 我就聆听上帝 祷告上帝对我说什么话 后来做决定 祷告四十天 每一天就是写凌晨日记 从圣经的话 神的话告诉我非常清楚 该走了 这是上帝的呼召 我就准备去了 有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们家 说孩子们 妈妈 上帝感动我 那我决定要到总会去担任总干事 我的女儿在吃饭的时候 我讲完 她就说 No 我吓了一跳 你们刚刚应该也吓了一跳 当我第一次搬家 我没有经验 第一次搬家 在印第安娜州二十年 说搬就搬 大家需要跟着走 女儿开始说话 说爸爸 当你从印第安娜搬来加州的时候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我想想 我的女儿那时候才幼稚园 幼稚园跟我计较说 我没有征得她的同意 不要小看小孩子的年龄 他们知道的 后来我讲 我说我们家五口 妈妈还有三个孩子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拒绝 不同意 爸爸不走 后来我们就继续生活 经过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 一样吃晚饭的时间 我的女儿告诉我说 Daddy I cannot be too selfish That's your career As long as you promise me three things You may do your thing I don't want to change my school I don't want to change church I don't want to move 他说爸爸 那是我不能太自私 那是你的事业 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情 你就可以做 第一我不要搬家 第二我不要换学校 第三我不要换教会 我说Honey You got it 爸爸答应你 以后我从我的家 要到总会上班 每天开车四十里路 是forty miles 不是kilometer 是miles 来回八十里路 我这样开车开了十年 只为了我女儿 说爸爸我不愿意搬家 第一次搬家 让他们suffer太多 换了一个极大的环境 我在中西部跟西海岸 那种文化是绝然不同的 但是我听孩子们的声音 我不能再第二次牺牲他们 如果要牺牲 那是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承担 但是我是听到上帝 这样引导的 我就去了 所以我们是全家同行 我的老大名字叫Eric 取他的名字 是出生前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前 我去看了一个电影 叫做 这个Cherry of Fire 火战车 火战车的主角 名字叫Eric 你们晓得这个 Eric Lindell 他是一个英国的 跑步的短跑专家 在法国举行 奥运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 那是他的名言 他被安排在礼拜天 比赛 他说我拒绝出赛 礼拜天是我敬拜上帝的时间 我需要到教会去 我不是在球场上 在操场上在那里跑步 所以这是当年在 奥运会里面的 大条 大条 头条 第一版的新闻 这个有机会 最有机会为英国 得到一面金牌的短跑 Eric Lindell 拒绝出赛 他的名言是 If I run I run for the Lord 当我 当我 跑步的时候 如果我跑 是为上帝而跑 当我起步开跑的时候 我心灵里面 充满上帝的兴奋 这是一个有上帝 呼召上帝 被召感的人 参与这样的一个侍奉 所以当 七天以后 老大生下来 太太问我说 孩子要叫什么名字 我说就叫Eric 以后就告诉孩子 说孩子 你知道你的名字 什么意义吗 他说Daddy I know I know If I run I run for the Lord 老二生下来 叫他Caleb 三号 我的讲英文 卷舌音 舌头不容易卷 所以本来要叫他 叫做 这个 约瑟 加勒跟谁 约瑟 摩西的接棒人叫 约苏亚 约苏亚 这个约苏亚 Joshua 我的卷舌音就卷不出来 所以我说一辈子要叫我的老二名字 叫约苏亚 那太难了 刚好约苏亚旁边有一个加勒 Caleb 还蛮好称呼 蛮好叫的 我说就叫加勒 那段时间我刚好在读这个约苏亚记 他们去征服迦南地的时候 只有两个人 他们说 他们像那么高大 我们就像那个 一个小小的扎门一样 但是加勒心智很伟大 他说即使如此 我们要去夺纳地而已 我们要为上帝而征战 为上帝而战 所以感动我的心 老二生下来 妈妈问说孩子叫什么 我说就叫Caleb If I fight I fight for the Lord 老三生下来 我在印第亚那教会有一个 Pediatrician 有一个妇产科的医生 做我们的教会主席好多年 他从来不抢功劳 默默地做 安静地做 非常Grace 非常恩典地在那里 默默地做事 所以当老三生下来的时候 我就告诉妈妈说 妈妈就把我们的女儿 取名跟那个妇产科医生的名字 同样的 她叫Amy 虽然是一个非常通俗的名字 我说没关系 就是Amy Amy的意思 就是默默地 无论做什么 都很joyfully 很 calmly 非常 humbly 在那里服侍 我们家的三个孩子 都这样而来 时间缘故 我的太太叫Singing for the Lord 我的名字叫彼得 叫Fishing for the Lord 我们全家团队侍奉 每次都提到她的名字 他们一定会说 Daddy I know I know Running for the Lord Fighting for the Lord 这个Serving for the Lord Yes 全家侍奉 带着上帝的招命 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第三 我们以习惯的态度 来建立祭坛 亚伯兰经过那地 到了事件 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那这里亚伯兰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足一座坛 看见吗 他转向了到了一个地方 在迦南地 他转向了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他做一件事情 没有一个新的动作 一个新的契机 新的行动 新的地方 他不忘记祖坛 这个祖坛是一个习惯的态度 祖坛是表示跟上帝建立关系 祖坛是表示对上帝的尊重 祖坛是表示重新开始 祖坛是表示更新 祖坛是表示悔改 祖坛是表示在这样的事工当中 以神为我的中心重新出发 我们需要祖坛 在人生的脚步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时刻 我们需要祖坛 在祖坛的里面 特别对亚伯拉罕提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义族人中间表达信仰 到了世界 到了世界 到了迦南人住的地方 文化相当不同 这群人是敬拜外邦人的神 这群人跟他们的这种思想理念是不一样 这群人需要有他们不同的思维 同样的虽然在大渡山上 这里东南西北的学生从各地而来 我的年代 在我们班上没有特别的意思 当你看到这一个穿着的人 你知道他是北部来的学生 当你看到一个学生 他穿着这样 这个是南部来的学生 当我们那个年代听这个人讲话 这是北部来的口音 听另外一个人讲话 这是南部来的口音 非常清楚 虽然小小的台湾 但是里面各地人马汇聚的时候 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文化 如果是有招命感 上帝带领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需要活在他们中间 聆听他们 跟他们说话 生活 尽可能的接触他们 以明白了解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背景 他们的语言 否则我怎么样在这里传福音呢 我怎么可能在他们中间产生影响力呢 我认识一个医生 叫做徐华 早年 大概有20年前 我在教会的时候邀请他 到我们的教会讲过到 他是一个非常能够为神分享福音 非常讲道非常精彩的一个神的仆人 他讲过一个见证 我无法每次都会想到他 他是一个麻醉科医生 纽约Community Hospital的麻醉科医生 他的这个里面的员工 叫他是光 为什么叫他是光 因为他有他的准则 他有他的模范 他有他的这个形象 他有他在他们当中的表现的爱心 所以当他来的时候 每一次进办公室 他们都会说光来了 光来了 所以整个办公室 是以他作为他们的最底层的标准 我想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生活在他们中间 但不是我们的见证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可以影响许多的人 好像这个王后说 胭脂上帝让我在这个世代 胭脂不是为上帝的缘故吗 神把我们摆在任何的世代 任何的时刻 任何的场景 任何的地方 都有上帝的美意 我们需要在那个地方 为主发光 很自然的 不是刻意 不是特别 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 道成肉身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一方面是真理 一方面是恩典 刚才我提到这位老师 这是恩典 来探访我 感动我的心 后来他们邀请我来这个地方 听步道聚会 我记得我是坐在这边的倒数第二排 最旁边的一个位置 从头到结束 很多的时刻 我都在那里掉眼泪 上帝的道 感动我的心 所以一方面是恩典 一方面是真理 恩典跟真理两个结合 就带领一个人 向十字架 向主耶稣基督更近 跨近了一步 十字架的记号 就是恩典跟真理的记号 在义族人中间表达信仰 并且随时与神保持良好关系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前面亚伯兰 上帝向他显现 那里亚伯兰上帝又向他显现 这里亚伯兰上帝又向他显现 这表明这个人是跟上帝 有良好关系的人 如果有良好关系 我们晓得上帝什么时候显现 神向我们显现最简单 最常态 最基本的时刻 就是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 读经跟祷告 你说陈牧师 这个太八股了 每一次我们到教会来 牧师都会说 你要读经啊 要有灵修 你要祷告啊 可是通常我们讲最多的 做的是最少 我们很少读经 我们很少祷告 我们很少灵修 可是这是基本动作 记得吗 刚才我提的那本书 从A到A plus 那是中文的翻译 From Good to Great 他们有15年的 成前的时间 那15年是在打根基 对基督徒来说 就是我们的读经 虽然是八股 是祷告 虽然是八股 但是这是基本动作 当我们基本动作做好了 这些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要爆炸 如果在东海的校园里头 有一群人 他们有上帝的呼召感 他们常常是有规律的读经的生活 规律的祷告的生活 当上帝要做工的时候 一声响的时候 会整个如雨后春笋 会爆炸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神在圣经里面 好像一个校 会叫全团发起来 好像一棵芥菜种 会长成树 让那些小鸟 都来树上的枝头 在那里栖息 不是在等候时刻 我们乃是在制造时刻 当我们一方面等候 一方面制造 上帝是主动者 可是我们也先需要主动 在这些基本的动作当中 在人群当中道成肉身 在我们平常自己的 属灵的 隐藏的 不为人所知的 我们需要先学会 驾驭自己的心灵的世界 外面这昏老的世界 除非我们先学会 驾驭这一个心灵 让它平静安稳的世界 我们就懂得怎么样 驾驭外在的世界 所以当那时刻 要来到的时候 不是你我可以察觉的 当我们预备动作好了 有一天突然爆章杂志 砰 Evergreen 这家公司出来了 砰 那家公司出来 时刻 历史 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所需要预备 具备的 就是Proactive Actively 在这些基本的动作上 越纯熟越好 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以寻求的态度 来移动脚步 从那里 他又迁到伯特利 东边的山 刚才我提到 不要随便讲到迁移 除非上帝有命令 上帝有指示 这里说 第九节 后来亚伯兰就渐渐迁往南地去 这是 他的核心价值 他无论到哪里 总是主坛 把持生命中的核心价值 你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再说 人生从上帝的眼光 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从永恒的眼光 今生太短暂 但我们常常会提说 不管我在世上的年日 是长 是短 只要我们用被遭的观念 来面对我们的一生 我们会发现在人生当中 非常的精彩 会惊讶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 每一件细小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圆整的圆圈 把它做好做满 我们可以享受在任何一件小小的事情上 即使只是带领一个查经班 刚才有一位同工 我们在这里一起讲话 他告诉我说 我跟他的父亲没有机会见过面 却是在他父亲的追思礼拜 来纪念 来感恩 因为在他的一生走了美好的道路 那 后来 晓德 他的儿子在我们的教会聚会 早上他告诉我说 我是在我们的教会担任一个小组长 即使是一个小组长 把一个小组 把我的生命尾声在一个小组里面 我们不知道 在这个小组 有多少人 是要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 如果我专精在一件小事情上 让它是一个圆满 我可以享受在其中 如果我的一生能够有一件事情 上帝给我机会 让我做好 做满它 我就享受 我就在里面 看见目的 看见意义 看见我人生的意义 是寻求的态度 慢慢移动脚步 不是随意的 上帝的引导跟旨意 旨意是绝对的 而引导是相对的 如果上帝引导我 我慢慢地 渐渐地 迁往南地 这个需要 把持生命的核心价值 并且常常敏感上帝的话 直到上帝带领的方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相信 这句话你们都听过 但 今天我能够来到东海 绝不偶然 上帝带领我来 我参与在任何 时空当中的 某一个片段的时刻 都有上帝的目的跟旨意 如果我不是有这种背召感 我在茫茫大海中 我失去方向 我觉得人生没有目的 但如果我们能够 拾回上帝的招命 每做任何一件事情 认定神啊 这是你在我身上的目的跟旨意 我就照此而行 以背召的态度经营人生 以顺服的态度全然尾身 以习惯的态度建立祭坛 并且以寻求的态度 移动我的脚步 这是一个背召的人生 作为一个客旅的生涯 应该有的基本的态度 愿主帮助我们 若我们这样行 就像那本书说的 当有一天 上帝时间到了 就会发出一个雨后春笋的 爆炸的荣耀的 欢庆的喜悦的 上帝悦纳的 历史性的 值得有意义的 有永恒价值的事件 会在我们身上产生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的恩典 今天早上你仆人在这里 传讲主的道 谢谢你当年怎么样在这里 抓住我的注意力 带领我能够在这里 成为人生的一个 重要的转捩点 我相信我们当中 许许多的人跟我一样 也在东海的山上 甚至在今天的早上 你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让我们知道 人饥饿并非没有饼 乃是缺乏上帝的道 今天我们听见了 求主再一次更新我们的心意 保守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思维 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 从你的话语找到方向 从你的话语 重新的立志在主的面前 讨上帝的喜悦 我们在这里求主拆派 求主使用 愿主引导我们走在你的爱中 常以基督来夸胜 这是我们心中的祷祈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